大家學生在這裡已經四五個晚上 其實大家在這麼密閉的空間 也是相當的 有一點手腳伸展不胎來 所以大家也相當的累 因此王小弟導演他也跟大家說 看大家能不能在他的演講之後 來動一動 果然他就特別學生團體 也安排了這一段 讓所有人在現場的這一些人 可以來做做一些運動的一些操 愛體娘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勇敢的人民 配合美麗島的歌聲 大家來動動活動活動 筋骨要來為往後的持續 暫停的活動可以堅持下去 而在今天其實下午大家都知道 今天這個行政院長江儀化 是來到了立法院的外頭 跟這學生團體來當面的溝通 只是溝通無效最後摸著鼻子回去了 而在天亮的時候 在上午的10點 馬總統他決定要來召開 所謂的國際記者會 其實這邊的學生也都知道 這樣的訊息 他們在稍早的時候 也有進行一個殺盤的一個推演 但是重點就是看看 他們要聽聽看 馬總統到底在這國際記者會上面 會不會回應他們的訴求 到底馬總統要講什麼 他們才會決定說 接下來後續他們要如何回應 以及後續整個一個學運的這個活動 要繼續怎麼走下去 好的 以上就是現場最近狀況 我們將盡頭歡迎捧妹